我買到之後 我一樣要把它複製退回去原點有沒有 分析你的原料 你的做法 你的整個過程 沒多久 它可能口味差一點 但它還比你慢 所以等於說這個科技業 也是很害怕這樣的現象 現在目前台灣真的面臨了 全面 十面埋伏的狀況 所以如果說要了解 對岸的市場必須要了解的是 文化差異 還有人事的管理 我們稍後來討論 每次聽聽說這邊的餅很好吃 味道很實在 傳統實在 餐台上擺滿不同口味的糕餅 毫無限聚 讓人隨性來場舌尖的旅行 客家老闆江金榮 有敏銳的市場受覺 裡面的餅都是自己做的 對 不甜 不甜又實在 跟外面的不一樣 對啊 面料加工的不一樣 這個都是純的 油粿龍鍋做豆豬香味 油創新 經過創新改良 研發多種口味 對不對 這是大苦腔 所以我們說油粿龍鍋 它總會做密西 方秉諺原料來源上白酒 江金榮說 他違法添加物 能自製還是保險些 最初看麵包店 發現最受歡迎的 竟是客家口味的西餅 江金榮決定 好好留住 小時候自己最愛的滋味 肉餅的部分 它的豆豬啊 都留有客家的滾味 以前傳統下就都有的 就改良一些些 因為現在人不要吃太甜 不要吃太油 所以說我們油份少了 糖也少了 口碑來自多花心思的細節裡 肉餅餡料裡 豬油和蔥酥自己炒 客家糕餅必備的啟拔 也堅持每天現做 不使用防腐劑增味劑 保存食物真實的味道 自己做的吃起來 它香氣還有口感不一樣 因為大工廠做的 不適合不好 不過它的就是大眾口味 都一樣 現在就是要往新的工廠 設備再完善 然後再為食物旁邊 多更完善這樣 工廠曾在九二一大地震時倒塌 江金榮歷經東山再起的艱辛 更珍惜客人的肯定 希望四十年老店手製糕餅 讓人記得的 是溫厚單純的好味道 油膏的龍膏 做出比較多重蜜 油膏的龍膏 做出比較多重蜜 謝謝中央老師